假日的中和華新街 不少車輛臨時停車 有卸貨的 有微停買吃的 一輛紅車駕駛沒耐性 看到前方一輛轉彎車 他一秒都不想多等 立刻逆向要超車 哪裡曉得 才跨越車道 就看到小黃迎面而來 駕駛再把車子轉回原車道 就失控撞向一旁 撞到一整排機車 直到猛力撞上電線桿後 車子才停下來 另一個角度也看到 當時休旅車才剛轉彎 紅色車主油門一踩 逆向要超車 但是下一秒 現場所有人都嚇了好大一跳 因為聽到劇烈的碰撞聲 紅車右前方車頭毀了 保險桿都撞掉了 一旁更是一整排 十多輛機車全倒 還撞進了騎樓內 當時不少人在用餐 又是車子撞進來 後果不堪設想 事發地點在中和的華新街 這邊是知名的緬甸街 有非常多的特色小失 當時離奇男子一次是超車不慎 撞倒一整排的機車之後 接著車子 在一路撞上了一旁的電線桿 才停下來 要是一路往前衝 恐怕會有民眾受傷 還原當時車禍 逆向超車的駕駛 為了閃小黃 車子失控 連撞十多臺的機車 再撞電線桿 上頭裝設的監視器 也因為猛烈這一撞 機身回損 我聽到一聲很雜實的碰撞聲音 撞上以後往上衝再掉下來 撞擊瞬間速度之快 電線桿上的監視器 引向原本正常錄影 卻在下一秒 連照式車輛都沒拍到 畫面立刻斷訊黑掉 照式的理性駕駛 沒有酒駕 聲稱超車要閃車 才失控 幸好這一撞無人傷 讓緬甸街的民眾 才能淡定地繼續喝 下午茶 記者蕭瑤珍 華少平 邵紫陽 新聞報導